2020年10月11日 常年起第28主日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被造的人多 被选的人少 马斗福音22章14节 分享 耶稣用婚宴比喻来提醒人要记住 天主早已预备人得享他所赐的幸福 世上所有人都是被造进入天国的 不要像比喻中首先被造的人所做出的拒绝天主的邀请 一致失去福分 若回应天主的邀请 就要穿上天主所预备好的礼服 即是按天主圣言生活去结出意的果实 就可以参加天主的圣宴 得享永生的福乐 马斗福音22章1至14节 圣永第23篇 达威享受与天主同住的日子 由主的照顾 一无所缺 幸福与慈爱 常随不离 伊撒尼亚先知说天主已预备好美酒佳肴的圣宴 天国的幸福 他要赐给信赖他的人 伊撒尼亚先知书25章6至10节 宝露已体验到生命的富足 长存的喜乐 他告知我们 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 在基督耶稣内 丰富地满足坚心信主者的一切需要 圣宝露宗徒至菲利伯人书4章12至14节 19至20节 天父 求你时常以圣宠 引导和推动我们 使我们能以坚定的心智 专悟善功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碧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